我覺得時裝都是藝術的一種 所以我希望這裡可以做一個平台 讓不同的藝術這樣放在一起 還有我覺得香港比較少 Gallery肯放一些新的designer 或是藝術的東西出來 我就希望這裡可以讓一些新的藝術 放他們的作品在這裡 人們來看衣服 順便可以介紹一些新的藝術 第二個概念就是 我希望可以引入環保時裝的概念 因為其實可以節省很多水和工業燃料 而且他們不用工業燃料 對皮膚化的東西比較好 而且有些人敏感 也不怕 英國一隻牛仔褲牌子 現在都在那邊很紅 基本上 它是第一隻可以拿到標籤的環保牌子 它是 除了它用自然的藝術之外 它也不用工業燃料 用自然的藝術來燃料 而且它是支援Fair Trade 因為你知道我們時裝界 始終有很多廠 對車工的人也不太好 還有中棉的人 所以它只是跟Fair Trade公司交易 所以它是第一個可以拿到這個標籤的牌子 這一隻就是 也是英國的一隻 organic牌子 它就是 手織的 多數的東西都是 用人手織 而且也是Fair Trade 而且它也沒有用工業燃料 主打它 最出名的就是Nitware 而且它是用羊塘膜去做的 只是用羊塘膜的下巴 那些最完熟的牌子來做的 現在又流行這個叫upcycle的東西 upcycle就是 不會像傳統的organic的衣服那樣 就是用很傳統的方法去做的 這隻就是用一些 生涼少少的cut和顏色去做出來 它全部的布料都是recycle的 不過它很多時候 它就有這隻牌子 它就會和一些大公司合作 譬如Puma 它們有時候有些stock就是 deskstock所謂的 就是沒有人要的 因為它可能 譬如穿了洞等等 但其實它的布是全新的 它就和這些牌子合作 就拿了它們這些貨回來 然後拆了它的布 然後再整個衣服 它現在除了和Puma 還有還有和House of Cashmere去合作 所以其實那些資料是很好的 就是我剛才提過 我以前英國的先生做的 它在那邊很出名的 其實已經直接連DNA也有擺 它的東西 這個collection就是它最出名的系列 就是在房間這個叫做頭髮去做的 它就給了一個起屋擺 這個就是直接有出了fashion show 然後這個collection就是它現在最新的 這個冬季collection 來的 那就是要做得比較 整個比較固域 那就是很少量去Handmade的做 這個牌子就叫KT Jewel 那是一個澳洲的designer 那它 但是它不是喜歡澳洲 它就周圍全世界 就去 那當它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在那裡 那地方 就找一些antique的材料 去做它這個系列 那所以呢 其實它全部呢 的accessories 都是用一些antique的紋料去做 譬如這個 它是用一些 一千年歷史的長毛像去做的 那所以這個是很少有的 真的只有幾隻 全世界就真的 對 那然後呢 所以你看到它的紋 那些跟普通的象牙是不同的 那然後它旁邊就是 就是它自己找手人手朵的意大利銀 那就配上它這個design 那然後它這個collection 就還有這個呢 就是 Victorian時期的blackwood來做的 那所以你看到它的紋 和顏色是很antique的 那它就用了這種材料 再重新去丟一些花紋上去 那所以都是只有一個的 就是這些就是 還有那個designor也跟我說 它這些材料很難找 所以它遲些都未必可以 再有這個類型的設計出來 所以這些可能是最後一批 其實就是 是